好 跟劳工朋友最有关系的就是基本薪资调整案 现在已经拍板定案 不过工总理事长许盛雄今天说 台湾其实不应该要设基本薪资门槛 但是企业也应该要给基层劳工合理的薪资 而至于最近食品安全的问题 许盛雄有痛斥 部分的企业不道德的行为 让他感觉相当的可悲 基本工资调整案虽然已经拍板定案 不过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许盛雄 25号在工总与政府首长座谈会时表示 他并不认同基本工资 强调就只会让企业自胜门槛 但企业应该要有好的价值观和思维 让基层劳工得到合理的利润和对待 当然是因为他每一家公司都不一样 你反而有一个门槛在那个地方 让企业界认为这是一个 可以去被认同的一个给付的架构 另外对于最近食品安全问题 频频出包 许盛雄也痛批对于不道德的企业 感到可悲 呼吁政府除了要加强检核的追踪工作之外 更要灌输企业要负起社会责任 以及遵守企业道德 我觉得政府当然要加重 他们在检核里面的追踪工作 也应该多灌输企业 应该去遵守企业道德 那这样子我想大家才能够 比较安定或者比较放心的生活在台湾吧 不仅强调企业要有道德 许盛雄也提出 每个企业应该要从产业文化 思考自身存在价值和发展 要求产品品质 尊重对消费者的承诺 最重要的是要善待员工 善尽企业该担负的责任 有点tp都民费楼正辉 台北报道